大家好,接下來在我這個網站的第二個類別 增長這裡我想放圖片的展示效果 使用Wordpress裡面的slash,效果不錯 所以呢,這個是展示的 我們編輯在這裡 這一頁叫做增長,就點到這一頁來就好了 就進到這一頁的編輯 所以在編輯網站頁面的地方很重要 那點這裡,這個不要 不要,各位應該知道要點三個點點裡面叫做移除區塊 那我們現在點右邊把齒輪開起來,這一顆這一顆 詳細的修改在這裡 我們想看到什麼呢 我點在這裡喔 這個的專業術語的圖塊名稱叫做 封面 那既然它是什麼 什麼叫封面,我再放在那裡,sorry 封面的效果裡面包含了圖跟文字,而且 在圖的上面可以加文字 一般的網頁的圖規圖、字規字 沒有辦法重疊在一起 如果你選的是封面的圖片的話呢 就可以把 圖上面可以加文字,像這樣 這邊有簡單的說明 那這個我不要,我想發一下,我來 點三個點點的移除區塊 這時候再點一下 點在空白的地方按個Enter鍵吧 那你按Enter就出現這個囉 斜線,它說 你要加什麼區塊呢 我們就點 加 這時候再來選,我要選slideshow的 瀏覽全部 對不對 那再捲著往下啦,我來示範這個 好,slideshow,這把它點起來 那slideshow呢,它給你要圖片囉 那我先點上傳好了 上傳就從你的電腦 裡面的圖形傳上去 我點上傳 點這裡 在這裡呢,我這裡是有圖片的 我來看一下 比較 看一下 你應該把一些照片把它放在你的電腦裡面 這樣才有圖片,來我們看街頭藝人這裡 好,我選幾張圖 這些街頭藝人的圖片,然後點一下這個 1,按著Ctrl鍵壓著給復選 我選五張圖 這裡還有一張 6張 開啟 那就等它一下吧 圖就出來了 圖就出來了 那記得 我現在沒有更新喔 所以如果還沒有更新的話,我在我的設計往這邊點增長 這邊可是還是舊的畫面喔 所以最後 做完的時候,務必要點 更新 當你點更新的時候呢,表示說什麼,這網頁 因為我們就發不出去了,所以這時候再點 這個再來點重新整理 這是正常狀況 這叫Slide Show 有多少張圖呢 這是畫框的藝人,人在這裡,來下一個 這人 裝扮在這裡 街頭藝人 這個是這個 穿著人這個 那這個也是這樣 挺有趣的 就重複了 那就可以Slide Show,譬如說我今天想做 我的這一頁想做展示 你也可以使用這種方式來做 這個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喔 我們剛剛,記得 回去的時候點左上角這個 區塊編輯器 早上後來都出不來 出不來,如果電腦問題其實給各位建議什麼 第一個先試試重開機 有時候是搞不好哪邊卡到 當重開機的時候,電腦會把記憶體 自己釋放 重新來也許就比較好 來,我們再看一下 檢查什麼媒體庫的地方 我剛剛那幾張圖是從我的電腦傳上去 所以 當我點選媒體庫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 它其實你上傳的圖片 它這裡會幫你複製一份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像這個 LOGO複製太多了 你可以把它刪除 如果確定這兩張圖沒有用到 你可以把它點選 做什麼 刪除 這是 範本裡面的圖形跟我不相關 你應該把它刪除 那這個樣的LOGO 不小心 傳了好幾回 一樣把它點刪除 不過這邊刪除要注意喔 注意什麼呢 我想跟你講一下 有可能你這些圖什麼地方用到 你這邊刪掉那邊就看不見了 老師這裡還有啊 我想跟你講一下 剛四張圖搞不好你用的是 另外一張不是這一張 所以其實圖片 建議優先要去 這裡選 你不要同一張圖從電腦選 第二次選第三次 那就是同一張圖 在電腦裡面放了三分的容量 四分的容量 圖的優先選在這裡 所以你要一個好習慣 每一張圖傳上去然後再去選 這是一個比較好習慣 除非你確定這個啊 我剛剛這個街頭藝人 我都沒有傳過 所以等一下 我如果在別的頁面 也要使用這些圖片 我就會從媒體顧選 絕對不會再上傳喔 上傳會變成什麼 同一張圖放在我的空間 佔了兩份的容量 各位理解 來各位再試一下